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我们将关注印度文化协会即将举办的《从侨民到外交讨论会》 活动将于10月26日举行 旨在提高社区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及潜在印度候选人的认识 尤其是哈里斯和范斯的影响力 16岁的组织者萨布利纳·图尔希望通过这一活动 激励更多印度侨民参与政治 接下来我们来看特朗普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最新言论 他批评拜登政府未能明确胜利的定义 并表示如果他重新当选将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战争 与此同时,哈里斯对有关乌克兰的提议表示反对 称这些提议危险且不可接受 这场政治角力似乎还在持续加剧 最后,特朗普在威斯康辛州的集会上 对哈里斯的攻击引发了部分共和党人的不满 他们呼吁特朗普应更多关注政策问题 而非人身攻击 尽管哈里斯尚未直接回应特朗普的侮辱 但他曾表示,这类攻击不过是疲惫的剧本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US报道 印度文化协会即将举办一个名为 从侨民到外交的小组讨论活动 只在探讨当前政治环境中的重要时刻 活动的组织者是16岁的莫德斯托高中学生Sabrina Tour 他认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了解潜在的印度裔候选人 如卡玛拉哈里斯和乌莎万斯是非常重要的 Tour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提高社区的政治意识 鼓励大家做出明智的选择 活动将邀请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莫塞德分校的教授参与讨论 探讨多元背景的候选人如何影响立法议程 提升社区参与感 在有关乌克兰战争的讨论中 Yahoo!US报道了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 马尔科·卢比奥对拜登政府的批评 认为其未能明确胜利的定义 卢比奥表示 未来特朗普政府将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战争 他的言论出现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后 哈里斯副总统则反驳了一些要求乌克兰放弃领土的提议 称这些是头像的方案 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的采访中也提到 希望达成一个公平的协议 认为战争应当结束 美联社报道称 特朗普在威斯康辛州的集会上 对哈里斯进行了人身攻击 称他精神残疾 引发了共和党内部的不满 许多共和党人试图与特朗普的言论保持距离 认为应将焦点放在经济和移民等议题上 尽管哈里斯并未对此做出直接回应 但他曾表示 特朗普的攻击是老一套的把戏 特朗普则称他有权对哈里斯进行个人攻击 引起对国家的影响 让他感到愤怒 Yahoo US 报道 近日特朗普在威斯康辛州的集会上 对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进行了人身攻击 称其精神残疾 他在谈及哈里斯的边境之行时 毫不留情地指责他和拜登 认为只有精神残疾的人 才会让国家陷入目前的困境 对此部分共和党人试图与特朗普拉开距离 认为因更多的聚焦于经济和移民等议题 而不是个人攻击 尽管哈里斯并未对此做出直接回应 但他曾表示 特朗普的言论只是老一套的把戏 缺乏解决美国人民需求的计划 在另一则报道中 Yahoo!US提到 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的新前锋 帕特里克·莱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希望参与剩下的季前赛 以便在正式赛季开始前找回状态 然而 由于他在一场比赛中遭遇膝盖撞击 显然这一愿望难以实现 尽管莱因希望通过比赛来克服伤病带来的生疏感 但冰球是一项高强度的接触运动 任何上冰的时刻都伴随着受伤的风险 专家认为 季前赛的风险是否值得参与 值得商权 或许可以通过更安全的训练方式 来替代传统的季前赛 Yahoo!US还报道了 周六夜现场50周年季的首播 节目中 美亚·鲁道夫重返舞台 饰演哈里斯 吉姆·加菲根 则首次扮演哈里斯的竞选搭档 我儿子 节目以幽默的政治讽刺为主 鲁道夫调侃特朗普 被一位精神残疾的人击败 展现了节目一贯的风格 节目还包括对夏季重要新闻的回顾 以及对即将到来的特别节目和电影的预告 确保了周六夜现场 在喜剧界的持续影响力 Yahoo!US报道 周六夜现场 在其第50规手播中 以政治讽刺和明星阵容拉开帷幕 主持人是Jean Smart 音乐嘉宾是Jelly Roll 观众们期待着SNL 如何处理民主党候选人名单的变化 特别是在拜登宣布 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后 开场短剧中 玛雅·鲁道夫重返舞台 饰演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吉姆·加菲根首次出演哈里斯的竞选搭档 米尼苏达州州长提姆·沃尔兹 带来了中西部幽默的完美结合 虽然这一集并没有过多聚焦于SNL的 《50年里成碑》 但在独白和周末更新中也有提及 同时涵盖了夏季的一些重大新闻 如名人和马木正和纽约市市长 埃里克·亚当斯的法律纠纷等 在伊利诺伊州州州长J.B.普利茨克 和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马克·凯利的支持下 哈里斯和沃尔兹的竞选活动在马里维尔展开 普利茨克表示 2024年的选举将是关键 因为我们所关心的一切都在被一个种族主义 厌女、厌恶同性恋的前总统及其极端主义者侵袭 他强调 民主党需要确保选民的投票权利 尤其是在堪萨斯州的堕胎权问题上 哈里斯和沃尔兹承诺要保护女性的选择权 普利茨克和凯利都在呼吁选民参与投票 并指出特朗普对拉丁裔选民的威胁 认为哈里斯更关心人们的福祉 CNN报道 特朗普在攻击哈里斯时 歪曲了关于移民和犯罪的新统计数据 声称在哈里斯担任边境沙皇期间 有13000名被定罪的谋杀犯进入美国 实际上 这些数据涵盖了多个年代的移民 包括特朗普执政期间的情况 特朗普的指控被多方专家驳斥 指出这些统计数据 并不特指哈里斯任期内的移民 而是涉及到过去几十年间的所有非公民 专家们强调 许多被列入ICE非居留名单的人 在特朗普任期内就已存在 表明特朗普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CNN报道 卡玛拉·哈里斯作为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可能成为自阿尔戈尔以来首次赢得65岁及以上老年选民的民主党人 最新的民调显示 哈里斯在老年选民中以50%对46%领先特朗普 整体来看 哈里斯在老年选民中的支持率比特朗普高出三个百分点 显示出与2020年选举时的明显反转 尽管哈里斯在年轻选民中表现不佳 但老年选民的数量和投票率 使得他的支持来自这一群体显得尤为重要 数据显示 老年选民占选民的29% 而30岁以下的选民仅占13% 更有趣的是 虽然哈里斯在老年选民中获得支持 但他在黑人和西班牙裔选民中的支持率却有所下降 这与特朗普在这些群体中的表现形成对比 总体而言 哈里斯的选民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尽管未来的选举结果仍存在不确定性 但他在老年选民中的支持 可能为他的竞选带来积极影响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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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earnin' from the world, yeah, it's my stuff Headlines and headlines, stories unfold Knowledge is power, truth to behold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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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Ooh, ooh, ooh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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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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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